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前新聞局副局長 現在世新大學廣電系任教的 洪雄娟洪教授來發言 我盡量再十分鐘 我要講的話講完 那麼今天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就是因為中天新聞台 六年的執照到期要換照 大概破了很多的紀錄 第一次有這樣子播 第一次有公聽會 有這樣的工房 所以讓我們好好去省事這件事情 但是事情發展到今天我們看到的 其實包括行政院包括總統府 他們都蠻有壓力的 所以並不是一個讓我們看起來 這個好像是真的是一個很值得檢討的一個 一個問題 那個人因為過去一直都在行政院新聞局工作 當然這個機關現在不在了 但是呢 我主要很長的時間跟廣電 特別是在廣電處 每天在管節目廣告 有沒有操苗沒有違規 那新聞的部分 就我個人的經驗 包括後來到民國八十八年 我們的衛廣法 包括前面的有線電視法八十七年 它通過制定以後 整個媒體的生態不一樣以後 我們就發現說 的確那時候一個新聞頻道 兩個新聞頻道這樣出來 那新聞競爭很厲害 有些內容是會有問題的 但是在我那時候 我們是想到的一個問題是 內容我不管 但是它的畫面是兒童都會看到的 如果畫面非常的星色山 OK 就只對畫面表現不是合家觀賞 不是普及這些部分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所以換句話說 是有權利 現在的法規 延續了民國六十五年的廣電法 然後後面在新制定的 包括公共電視法都有的 那它的那個整個法律的概念 不能跟那個剛剛彭老師講的那個概念 整個推翻是沒有辦法 但是呢 我必須要說 我很贊同一個所謂的社會變遷 你六十五年修的法到八十幾年 到現在一百零九年 整個情況不一樣 所以這個你社會變遷 你一定要考慮 我舉一個例子講 我沒有在電影處待過 台灣的電影曾經到谷底 用輔導基金去管 它一樣有法 就是說你的電影的內容 有星色山的話 一樣可以罰很多錢 但是新聞局都只做輔導的工作 嚴格講你是不是植物帶那個帶多 但是如果那時候再繼續罰下去 台灣的電影就不見了 所以換句話說你要去考量那個時代 所以我今天很高興來談這個議題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看一看 今天題目定得很大 叫做憲政法制 我想那個 在新聞局的時代跟NCC的時代 比較不一樣 是新聞局是的確會受到各方的 所謂的政治壓力進來的 那個更嚴重 相對來說現在一個所謂的獨立委員會 應該是更有作為 那從法規上賦予他們的責任 六年可以Renew執照 當然平台是九年的 另外可以評鑑 然後平常可以隨時有申訴 有檢舉都可以去處分 都可以要求業者來做說明 我相信管理的目的 並不是說我把你管死 把你管掛了 並不是 而是希望我們的業者真的是 在所謂的 在他的專業裡面 好好幫我們的觀眾服務 那麼台灣的觀眾 從藍綠或者是白色 我們各有評譜 所以意見市場非常的多元多樣 這是台灣最可貴的地方 那現在當然很多的這種 深藍的言論 也許深綠的聽不慣了 那深綠的言論 深藍也受不了 所以經常會有一點攻擊或對立 但是幸好我們有十幾個新聞頻道 24小時的新聞頻道 你想看哪一個你就看哪一個 這個叫做恐怖平衡 因為台灣已經社會形成這樣 要以下說非常的理性 不對立 非常的和緩的去溝通 短時間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至少有一個恐怖平衡 所以NCC在考慮這個事情 我相信那些都是精英分子 一定會考慮台灣的社會 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那麼你就必須要把這個意見 自由市場 讓他真的自由 真的多元 真的能夠服務到相關的需要 所以我認為他們 真的是應該要考慮到這一點 另外 剛剛也提到說 是不是我們的 在這個案子之初 行政會曾經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這個是因為平埔很稀少 所以應該要嚴加管制 為廣播所屬的相關的業者 沒有這個問題 只有知識爆炸的問題 平埔稀少是講的是無線電視台 所以這兩個觀念不要混為一談 另外在 剛剛彭老師也提到的 倫理委員會 治理委員會 這個有沒有 這個實際上是在法律上的條文 是有的 而且現在的業者 大部分都已經做了 只是說 有沒有落實 這個是 據我所知 像我們 衛星的相關的同業 他們成立的 治理委員會 他的定期開會 而且跡下良好 碰到很多 比較棘手的案子 都可以 大家 比方說今天 有一個治安事件 暫時不要把 把這事情 普現曝光 然後保障那個 被綁架的人的安全等等 在過去都有這樣的一個案子 而且做的都還很好 另外我想來 回應一下就是說 中天本身 今天這個事情 我想在很多的業者 像 比方說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民視新聞台剛成立 民視無線台剛成立的時候 曾經在審議委會 特別的提到說 我們要成立 編輯師公約 我們希望 經營權跟所有權 能夠分開 當時是蔡同龍吧 所以很擔心說 因為這些很強勢的經營者 這個就是 應該是領導 他會去影響到新聞不同人的作業程序 而且不斷的去要求他們做哪些的報導 所以這一項 應該說對後來很多的新聞媒介工作者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你讓所有的在第一線的工作者 他們能夠 秉於自己的新聞專業去做最好的服務跟報導 所以我認為說 在中天在做整個這個案子的過程當中 譬如說過去人家在詬病的是 你報導一個人報導的非常的多 其實對其他的政治人物來說 同樣即使是藍色的也是不太公平的 平安心講 那就不是很多元多樣的 那今天有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照於當時的這一種累積的因素 好像被人家有點秋後酸長的那個味道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但是就我在看這個案子 中間本身也有應該要檢討的地方 所以如果說在未來可以在內部 真的有稍微有一些 走向比較中道的聲音出來 有專業的意見 甚至裡面有避免錯誤 除錯免錯改錯 當我今天的有一些內容錯誤的話 特別是在報導上 可以馬上用後續的報導去把它更正過來 那另外我也想要echo一下 如果說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處分 是因為你的政論節目的內容 我認為那個是意見自由的部分 而且意見本來就可能會是錯誤的 既然是意見嘛 所以如果就這一部分的話 應該要小心謹慎的 不要隨便開出法單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看到 所有的媒體對牽涉到自己的涉及業務 這樣的一個罰則的部分 一樣要小心處理 那如果說這個報導是報導到NCC的問題的話 那不一樣的原則嗎 所以凡是牽涉到自己的 其實真的要更謹慎小心 如果認為我們媒體是個公器的話 這個就要更注意這樣一點 所以整體看起來 在這個事情 我認為它是走一個程序 但是的確是比較 有歷史性比較 不太一樣的 創化性的去做公聽會等等 但是也不見得不好 就讓我們來好好省述這個問題 但是我會認為說 有權力的單位 有權力的人 真的要非常謹慎使用它的權力 那媒體這邊有沒有權力 一樣有權力 因為我們對我們的觀眾一定 一樣都對他們非常的有影響力 那他們也很願意幫這個在換照的時候 幫中天站出來講話 一樣也是有權力 所以我覺得中天站在這一點 也要更就是從我們專業的角度來說 更發揮自己的優點 那我們希望這個事情 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來呈現真的我們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如果真的隨便去把一個 電視台renew不通過的話 其實那個對台灣的傷害實在是太大 剛才我們已經有好幾位發言 我得到一個印象就是 從兩位都在新聞局 擔任過重要職務的教授的發言 我得到一個印象就是說 基本上即使是在那個 從戒嚴走到解嚴的那個時代 新聞局的時代對於新聞媒體的內容 基本上是一個低度管理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從邵局長發言 特別給我一個感觸說 邵局長的認知是 新聞自由是一種很重要的民主國家價值 所以要去碰新聞自由的話 是非常敏感的一個動作 在民主國家 比如說 也許我過度詮釋 是一個很犯忌諱的一個動作 在民主國家 剛剛洪田副局長也談到 就是說事實上廣電處呢 洪老師也做過廣電處的負責任 廣電處基本上對新聞媒體的內容 新聞部分 他們是不做實質干預的 是不做實質干預的 是這樣